南韓三星手機是世界知名品牌 大專家認為隨著手機市場飽和 三星需要思考研製下一個能夠為公司帶來風口利潤的明星產品 南韓三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提電話和電視機製造商 三星的Galaxy智能手機, 雜手機和平板電腦一身, 深受消費者歡迎 過去五年三星迅速發展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手機製造企業 公司的移動通訊產品佔全球三分之二利潤 但隨著市場飽和, 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低端產品的競爭 開始影響到三星的利潤 去年第四季度的利潤遠遠低過第三季度 現在三星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一個公司的明星產品進入成熟期 應該採取什麼的下一步行動 有分析認為三星或者應該開始研發其他新興產品 例如智能手錶, 連接家庭電器的感應裝置 但這些產品是否受到消費者的侵賴 還有一個未知數 最近三星的股價下跌 分析人士說 投資者正在觀望三星未來是否再創商業奇跡 在之前不要展望三星的股價會有很好的表現